原微博at华生2010 昨天被一位领导问道 为什么已经出台了很多刺激经济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 人们的预期好像还是较弱 我说现在国企是被管言了 民企呢还是稀有余悸 心里不踏实 市场主体不活跃 经济和就业就会有困难 又问我们这段时期以来 不是出台了很多 鼓励和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吗 我说这些信号释放的确实非常多 也很必要 不过据我了解 许多民营企业家觉得 鼓励和肯定的声音是很多很密集 就是都还比较抽象高调 能否最后落到实处还很不好说 但同时各种不断需要应对的管理强化 和接踵而至的安全顾虑 都是很具体很直接的 比如马上过年了 中小微企业近来大多忙得没干啥正事 许多在忙碌着 去减少企业注册资本金 去注销自己过去搞的一批大大小小的工资 而去正式注销一个企业 要清算花钱费劲不说 至少得忙个个把月 也不定能搞定 同时马上就到年根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 各个相关管理部门 经常或可能要打交道的县官县管 是否还要继续打点送些红包 或购物卡 表示点意思 如果今年突然开始不送 是否今后会办事 便难被穿小鞋 如果送的话 按照新的法规 是否会变成给多人多次行贿 从而要被加重打击呢 现在企业家一不小心就被留置 很多过去做的生意和经商方式 还能继续下去吗 另外 今后开办企业 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出资能力 而且出过就不能抽逃 否则就是严重违法 而且遇到万一有别人没出 还得要承担帮其他股东出资的连带责任 这新的风险不能不垫两垫两 仔细看看 7月1号就要生效的公司法 新增加的部分 几乎全部都是从锦和约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 还有不少地方财政现在有困难 各种翻老账找漏洞 让补税交支纳金的事情越来越多 而且无理可讲 动不动就是再不交钱 就立即稽查立案 听下来这些问题说起来都很琐碎 但都是些令人头疼而且必须要面对的难事 这样想想有时觉得真还不如收摊躺平 总之给人一个普遍的感觉 就是开企业做生意好像更难了 我说 所以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的各项政策如何围绕中国是现代化 这个最大的政治和聚焦经济发展这个中心 协调配合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确实是个大课题 老ism感情 儿子 儿子 哥 儿子 орот